我非常肯定大人哥今天也硬起來了 透過這個專案報告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讓國人看到 是誰在講科學 又是誰在搞政治 我們買了台糖的燕麥片 我們買了台糖的手工水餃 很好吃 我們買了砂糖 還有台糖很多的罐頭 我們要呼籲所有的消費者 挺台糖 挺國家的好品牌 這就是實驗室污染嘛 柯文哲主席講的話 我也希望民眾黨的委員們要聽 食安就是科學 食安不要搞政治 院長大家都辛苦了 不會 謝謝你 食安專報紛紛擾擾終於上路了 那這段時間社會也真的付出了 非常大的有形跟無形的成本 到底這個事件 誰是贏家 誰是輸家 我想社會可以清楚的斷定 在這個事件當中 沒有人是贏家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要在這樣一個 食安的個案事件上獲得正面的教訓 也就是我們好好來檢視 台糖安心豬事件 台灣社會究竟學到了什麼 我們如果可以從中在這個慘痛的經驗上 獲得任何一點點讓我們更好的可能跟機會 我們就不是輸家 所以首先進入我的質詢之前我要肯定 我觀察了今天早上我們官員們的表現 有為有守 該辯護 該大聲講 我們就大聲講 我非常肯定大人哥今天也硬起來了 透過這個專案報告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讓國人看到 是誰在講科學 又是誰在搞政治 都會一一的現行的 台灣的公民素養是非常的高的 如果同樣的 思瑤如果有講錯的訊息 我也請求行政部門要糾正我 這就是國會應當有的彼此尊重 我們來論理跟專業監督 好下一頁 吳思瑤是這一屆的立法院第一位針對食安問題提出質詢的委員 就在這個週二 我利用我的施政報告的時間 我就針對食安議題來提出質詢 如果關心 隨時隨地 我們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監督行政部門 當然我還是樂見今天的食安專報 可以更進一步的來聚焦跟探討 但同時吳思瑤也是立法院唯一 可以在一週內有兩次機會在這裡跟您討論食安的委員 所以我很謝謝我們週二的討論 讓我有很多的吸收 讓我可以再進一步的回去思考反除 作為一個專業的國會議員 我如何在政策上可以提出更好的針扁 好下一頁 我週二的時候說了 食安就是新安 經過一再的驗證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 台灣的食安的政府體制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的問題出在人民心慌慌 因為這個事件受傷了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要請全力來 對於國人的心理建設 要趕快補強起來 好下一頁 我再重新來說一次幾個關鍵數字 有的update了 譬如說到底是零檢出有幾核 數字不斷的在攀升 今天最新的數字來到已經檢測921核零檢出 所以921比1 從這個不斷攀升的數字 我記得我禮拜二在這裡質詢的時候 從788核到877核到今天921核都代表我們台唐 秉持它的專業負責 它不斷的繼續檢驗 雖然我們可以斷定它是單一事件 還是不放棄要釐清真相 我看到我們台唐的努力跟行政部門的背棒 第二個呢 關鍵數字我要再說一次 兩年來西布特羅這個化學用藥 只進口了789毫克少於1CC 這麼微量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驗證到 它沒有流入到任何的產銷序目的階段 它就是在實驗室使用 24個實驗室台中市政府 就是其中一個有進口的單位 第三個關鍵數字 我們可以精準溯源做到 台唐可以快速的下架274包 可以精準溯源去調查同一批生產的是2730核肉 可以細緻到個位數 這就告訴國人 台唐作為一個國家的品牌 可以安心可以放心 台唐有能力有專業也負責任的 無論如何要追查事件到最後一刻 所以這幾個關鍵數字都告訴我們 我們國家的食安體制是沒有問題的 國人可以安心 不要怕 下一頁 我有一個新的key number 是今天的專報我看到的新數字 早上也在跟王美花部長在做進一步的確認 就是台唐是這個事件最大的受害者 但是台唐是國營事業啊 他的損害就是全民買單啊 高達財務損失不管有形無形的 變動成本或是調動成本高達5253萬 5253這關鍵數字 美花部長沒有錯嘛 而台唐在這個事件當中動員的人力高達741人次 包括台唐自己的工作同仁 還包括這些代送商 所以美花部長 台唐的損失怎麼替他平反 誰能來賠啊 目前為止我們趕快把這個事件釐清 然後確認台唐的豬肉是沒有問題 我想目前的藥物我們是先做這件事情 很遺憾沒有人能賠全民買單 但好理家才是台唐 國營事業老字號 快會掉 如果這樣一個事件謠言發生在任何一個民間企業 哇三天就倒了啦 但是我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我覺得我辦公室的幕僚非常的可愛 他們都是年輕人 他們跟我說老闆台唐受傷這麼深 國家又沒有辦法給他們平反 五千多萬開什麼玩笑 欸我們可以做一件事 我們可以請消費者就有最大的力量 我們一起台唐挺起來 台唐吃起來 台唐的產品買起來 剛剛中午我跟我助理去了一趟全聯齁 我們買了台唐的燕麥片 謝謝 大家下午下午查一下 我們買了台唐的手工水餃 很好吃 晚上半夜我回家都是半夜齁 可以自己泡 自己煮 我們買了砂糖 我喜歡吃甜 我助理特別給我買這麼一大包 我不知道吃多久 還有台唐很多的罐頭 我這裡是鳳梨罐頭 其實它有各類的罐頭 我們要呼籲所有的消費者 挺台唐挺國家的好品牌 這是我今天在這裡拋出來的第一個訊號 我們可以在這個事件當中獲得一個正向的事情 否則就輸太多了 你們都同意嗎 我完全同意 所以你要不要在臉書上 部會首長大家一起台唐買起來 台唐吃起來 我今天的臉書來鼓勵大家 都用台唐的產品 台唐產品確實不錯 你剛剛說大人哥喜歡吃水餃 我等一下這包就送給你 晚上就吃起來 宵夜就可以PO上臉書 好 下一頁 除了有形的損失 其實無形的損失更是難以計算 我很少數可以同意柯文哲的說法 可是他這幾天說的話 我是同意的 他說 這就是實驗室污染嘛 這簡單的判斷嘛 然後呢 他也說 簡單的事簡單解決 他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要浪費時間 在這種無聊的事 就是不要再無敵無告無開花啦 所以 柯文哲主席講的話 我也希望民眾黨的委員們要聽 我們希望政治上也要停損 不要讓議事再空轉 我們讓整個事件 最起碼的讓我們的食安制度 是如何的精進 在國人面前被看到 而作為政治工作者 不要在這個事件上 見縫擦針 食安就是科學 食安不要搞政治 好 下一頁 回到專業問題 我們的食安專家會議已經開完了 那養殖端無問題 屠宰端無問題 就是出在實驗室的檢測端 有問題 那 您那天告訴我週二說 大概兩週 要結案 可不可能更快 好像事實釐清的 大概 對 確實 他們經過開會以後 確實有很多事實都已經釐清 那我們現在就請衛福部這一邊 加快 加速 無論如何三月份 那台中市政府是問題大了 那台中市政府的責任怎麼來就責 這一個部分的話 專家委員會應該對於實驗的步驟等等 怎麼樣來做更好 有一些看法 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大家蠻關心的 就是他這個採到檢體到公佈這個結果 一共有十八天的時間 可是當他一檢出來 有希布特羅的時候 並沒有讓台糖有一個 申請復驗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所以呢才造成 應該在宣佈以前 應該要有一個復驗的機制 可是這個機制並沒有進行就發布 謝謝院長的回覆喔 所以說在 食物上事物上下一頁喔 台糖事件交會台灣的是 至少我們中央政府幫地方政府一把 在體制上更完備 食安不分中央地方不分政黨喔 我們協助地方政府來檢視 而且精進他的檢驗作業 這個您上週 這週二答應我要來做 協助各個地方政府 也不要只針對台中市政府 也許其他縣市政府 六都還是有能量的 也許有一些地方政府 他更需要專業的軟硬體的協助 協助地方政府來精進檢驗的作業的 包括軟硬體 第二改善資訊公開的流程 就您剛講的 那我要再進一步說 因為這次他的個案是 就是檢驗到非常非常極限值 零點零零一零零二 所以我們也應當在這個 對外公開的這個流程裡頭 我個人認為是應當要有個分流的機制 就是說當一檢測 那是大量的污染的時候 大量的擴散是系統性的研判的時候 趕快公佈 但是如果是極為量的 可能就要斟酌 也就是也如您剛講的 為什麼台中市政府十八天 驗來驗去同一塊肉 其實在這個部分 他們需要檢視中央可以幫忙他們 至於盧秀燕怎麼就責 我覺得兩條路 台中市議會 三月八號就要召開 實安的專案會議 就回到地方政府 負起政治責任 監督畢竟是在地方政府 我個人對於邀請盧秀燕市長 到立法院來背詢或報告 我是個人持比較保留 我認為還是基於地方自治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也許監察院是一個 可以協助釐清這整個事實 很重要的一個調查機關 也許監委們聽到呼籲 我沒有辦法指揮監委 當然基於奮氣之間 也許這會是一個協助 進一步調查的必要的手段 好下一頁 那這個馬英九任內跟蔡英文任內的 食安大型事件 我那天分享了七比二 七件在馬英九任內 我們任內有兩件 我們盡量做到零容忍 但是呢 再進步的這件事情 是不容抹煞的下一頁 所以這幾年來 建組織修法案增預算 我們八年投入九十二點五億 來進行食安的提升 遠比馬英九在二零一六年 把政權交到我們手上的時候 是多了二點三倍 我呼籲朝野的立委 繼續來監督 繼續來支持 做不好就給資源 做不好來收法 而不是處處為難 所以我要刻意再把這樣的資訊 羅列出來好 最後一部分是我今天最在意的部分 下一頁 食安在進步 可是台灣的假訊息 讓台灣大退步 我很赫然的發現 有一個北歐的專業權威的調查 謠言獲眾 假訊息最嚴重的國家 台灣連續十年 是全球的冠軍 台灣成為一個謠言獲眾世界 No.1耶 這對我們來講 何其不堪啊 下一頁 而官方打假 我這裡提出來的是食藥署在2015年成立一個食藥闢謠專區 所以九年來有五百六十六件的假消息 當中食品類有三百五十件佔六成 其他有醫療器材的假消息化妝品的假消息跟藥品的假消息 非常的嚴重 九年來有五百六十六件 六成是食安 所以就我們需要重建全民的辨識食安假訊息的全民教育 需要全面來啟動下一頁 民間的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這個民間機構NGO 他們也具體的在2022年提出 小心有毒的食安假訊息 他們提出了兩個樣態 實安假訊息的樣態一 就是舊文重炒 把過去發生的事來說成是今年新發的事件 然後他有照片有圖片 然後就引起全民的恐慌 另外一種樣態是去脈絡化的再治 加蔥加料 然後去頭去尾 把簡單來講就是重製了一個假消息 所以我們全民的食安教育 全民的打假 怎麼來完備呢 我們來到我的最後倒數第二頁 院長 我們曾經在2019年修了九個法 不夠 我們針對至少今天這個主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四十六條之一 針對散布食品安全謠言 或不實訊息只能夠罰台幣一百萬 今天這個案子台糖是賠了五千多萬 五千萬 重修吧這個部分應當可以做吧 即刻啟動 然後最後一頁我再一次來說 給社會的一堂課 快速結案 責任歸屬 協助地方政府精進 食安打假要升級還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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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